余美妍 中天快點購獨家最優惠 好評熱銷中 我覺得它的那個袋子很粗 所以就掛在脖子上 就不會讓脖子有負擔 因為坊間很多的手機掛繩的 繩子都很細 然後我之前不想買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每天背包包 上班路背包包 那個肩頸就已經很痠痛了 就不想再增加負擔 但是我們的那個是很俗的 所以就會讓我很想要購物的 我想要推薦給我爸媽 因為你知道現在長輩 都其實花手機花比我們還嚴重 然後去哪裡都一定要帶手機 要拍照 然後又不想要背很多包包 尤其是老人家就是肩頸 可能就比我們年輕人 還要比較有負荷一點 所以呢 就是推薦這種比較寬版的 給他們用的話 他們會比較適合用 而且他們就也很愛拿手機出去拍照 所以想要推薦給我爸媽用 大家早安 歡迎加入上午7點鐘的 中天晨報 我們是從這個小時開始 已經有頻道雙開了 如果剛剛在我們的 中天電視主頻收看的話 歡迎大家一鍵進到 我們中天新聞的這個子頻來報導 好 待會呢7點鐘我來播報 那麼8點呢 好 由這個小麥主播來播報 我們會跟大家聊的是 包括今天錢東東馬英九 已經要這個赴大陸去訪問 那麼展開11天的和平之旅 還有呢 包括呢 會跟大家講到的 保齡 現在呢這個食物中毒的案件 目前累計了31人 可是食材當中並沒有減出米酵菌酸 還有呢會跟大家來討論的這個巨嬰 這個ETF00940今天要掛牌 會成為今天台股的一個焦點了 好 我們待會會帶大家一一來討論 點名一下看到誰已經有成功的進到我們的新的子頻 這個包廂裡面來應援報導了 好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黃麗宇 好 孤農寶 還有看到喬喬早安 黃泉民 以及有看到陳和軒 復仇者聯盟 好 還有看到的是這個唐修 蔡文貴 陳崇氣 早安 好 陳春兆 小玉 Jason 拍很多人錄秀來加入我們 好 看到的是張家和的一個斗內 非常謝謝你 好 還有看到黃泉民 好 以及這個謝志良 黃傑克 大家早安 陸秀來加入我們 那今天呢 你出門的話 好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因為白天天氣蠻不穩定 但是呢 月晚來說 天氣狀況會比較好轉一些 所以秦車上面務必要多加的小心 那待會有時間我們再來跟大家互動 一開始我們關注的就是因為昨天呢 也是天氣狀況蠻不穩定的 台中下起了好雨 那發生了兩起的意外 這是豐原和平 今天就有一家美髮店 懸掛了十幾年的這個木質招牌 就突然掉落了 砸在兩輛車上 還有呢 是有一輛小貨車 因為暴雨導致視線不佳 所以呢 撞上路邊的分隔島之後翻車了 我們連線給記者吳嘉恩 好的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大片木質招牌砸在白色車輛上 刀風玻璃已經受損 車身全是木板碎片 所以今天雨是下很大是不是 對啊 今天雨下很大 台中風源和平街 昨晚十點多 因為下大雨 導致一家美髮店 懸掛十幾年的木質招牌突然掉落 直接砸在路邊兩輛轎車 車輛車頂凹陷 天窗玻璃被砸碎 受損情況嚴重 所幸當時沒有人在車內 無人受傷 該店店長承諾 會賠償車主的損失 而在台中市一輛小貨車 也因為暴雨發生車禍 台中市凌晨兩點多 一輛小貨車因為暴雨 導致視線不佳 而且駕駛不熟悉路況 在中青路三段開到一半 撞上路邊分隔島 小貨車隨即翻覆橫躺在路中央 還好駕駛沒有受傷 可以自行跑出車外 以上最新主播 好下雨天天雨路滑 所以不管是騎車開車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麼在30號的時候 新尾市三重就有女騎士 她疑似重心不穩 擦撞到了白色汽車之後 直接噴飛到了對象車道 而就在警車的前方 那當下肇事的44歲 林姓女駕駛她並沒有下車查看 就直接離開了 兩個半小時之後 警方也火速的抓到人 另外昨天嘉義縣也發生了一起車禍 但是價值有1500萬的法拉利超跑車頭 撞得全毀了 不過當下只有駕駛一人 她疑似是晃神自撞 下雨天機車騎士疑似重心不穩 龍頭偏右下秒盒 右邊白色汽車擦撞 直接時空噴飛 警車差點就撵過去 現在山江救護車 小姐小姐 她腳被壓到了 怎麼叫完全沒回憶 騎士被機車死死夾住 事發在30號大約早上9點 44歲張姓女騎士 在新北三重仁義街和壁華街口 發生車禍後倒地不起 當時警車剛好就在對向車道 見狀上前關心 還有熱心民眾幫忙春傘 不過和她擦撞的趙氏 44歲的林姓女駕駛 竟然直接離開 有這樣我也閃不掉 她撞到她車就 對 她撞過來 我沒辦法 兩個半小時內 將駕駛查去道案 一道交條例第62條 第四項予以採法 兩方九側職都是零 事發過程有待釐清 而在31號下午5點 嘉義線也發生自撞車禍 價值1300萬的法拉利超跑 卡在電線桿 車頭嚴重凹陷 倒風玻璃也全裂掉 徐姓男子獨自駕駛 一部紅色製小客車 沿台三線南往北方向行駛 突然往生 失控自撞 路旁 電線桿 除掉人員仔細檢查 不敢馬虎 鎖性駕駛沒事 只是一晃生 代價恐怕是高達百萬的維修費 記者綜合報導 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錢東東馬英九 今天就要訪問大陸了 好 那麼大家當然就會很期待 同時 預料說 有沒有可能進行馬席二會 而在這同時 前一天 這個AIT的主席羅森伯格 先抵達台灣 也來進行一週的訪問 好 我們看到的是 就在錢東馬英九到大陸之前 那麼AIT的主席羅森伯格 先抵台訪問了 好 這個已經是今年的大選後 三個月之內兩度的訪台 那麼這個馬英九 今天就要率領著這個青年學子 到大陸去訪問 展開十一天的和平之旅 那麼預計有可能啦 傳出馬席二會 就有可能在4月8號來登場 這兩者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我們來聽一下 大家的分析 就是學者李大中就說 這兩者並沒有一定的關聯 那主要還是美方 希望在台灣大選後 密切的呢 跟政府 以及總統當選人賴清德的團隊 來溝通 希望可以盡可能掌握 台灣政府的動向 好 我們先看到的是呢 這個馬伴 這個基金會的執行長 蕭旭成呢 他說 此行最重要呢 是要延續去年開始的 兩岸青年學子的交流 讓兩岸民間的這個敵意 好可以來減緩 避免未來可能走向衝突等等 好 那麼黨政人士呢 認為說 馬英九此行呢 最壞的情況就是被定位成統戰工具 那麼有助於這個習近平來鞏固權力 如果說真的能夠傳達金玉良言 讓大陸轉變當前呢 對於台灣呢 步步進逼的做法 改善兩岸的關係 這才是喔 他的可能歷史定位 好 馬英九呢卸任之後的偉大 好 那淡江大學的教授 趙春山老師呢 他就說 馬錫慧應該是國台辦來安排的 馬英九呢 雖然已經卸任 但是呢 還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尤其呢 現在兩岸的情勢呢 是詭譎多變的 到520準總統賴清德上任前 這段時間又很敏感 到底該怎麼稱呼 要談一些什麼呢 都必須要很謹慎 要注意的是 到底習近平 想要透過馬英九來施筑什麼樣的訊息呢 而不是馬英九他講了些什麼 好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馬英九到大陸11天的行程 那大概有哪些 好今天呢 在11點半的時候 會在淘機好來進行一個行錢的談話 下午就會抵達深圳的保安國際機場 好會在廣東這裡呢 停留三天 那包括呢 也會去參訪一些民營的企業 好像是呢 會去大陸無人機的代表企業 大疆公司 以及網路代表企業騰訊 好還有呢 電動車的這個代表企業 好去會去比亞迪 那我們看到的就相關的 這個先後呢 被美國財政部商務部跟國防部 列入黑名單 還有實體清單 還有實體清單 包括呢 騰訊呢 也曾經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列入惡名市場的實體名單 以及比亞迪電動車呢 曾經被歐盟 進行了反補貼的調查 好這些這個指標性的企業 這個馬英九呢 也都會去參訪 好 在4月3號的時候呢 就會抵達陝西 好 4月4號呢 會參加清明公祭 宣援皇帝的這個典禮 皇帝陵的這個祭典 那麼會在陝西這裡停留四天 4月7號下午呢 就會抵達北京 好 傳出4月8號 有可能就會跟這個習近平 好來進行馬席二會 那4月11號就會返回到台灣 好 這個前立委郭震亮 亮哥他分析說 大家呢更關注我 中國大陸到底呢 也會說些什麼 那台灣現在還要看 蔡英文還有賴清德 怎麼來回應 同時要看一下 國民黨 立願黨團的回應 有沒有要把馬英九的主張 落實作為一個未來具體 兩岸政策的一個參考呢 好 其實呢 不止前總統馬英九呢 出訪大陸 據說包含了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國民黨的前主席 還有洪秀柱 以及前秘書長李乾隆 都會陸續的前往大陸 那台大戰爭系的教授 左震東老師他表示 這是大陸官方 跟台灣民街 相互來釋出善意 要搭起溝通橋樑 至於兩岸之間要不要對話呢 那就要看執政者了 前總統馬英九 周一附路交流 最新行程曝光 一號下午 抵達深圳機場 預計在廣東 停留三天 三號晚間 飛往陝西 接下來四天 包含到馬園木巡根 依舊是行程滿檔 七號下午 抵達北京 馬席二會 是否成局就是交點 十一號從北京 搭機回台 農產品也好 所以觀光業也好 很多行業大家都期盼 神龍大的協進會 已經持續八年了 在疫情停了兩年沒有去 接下來除了馬前總統 還有王金平 洪秀柱等藍鷹大咖 會接力訪錄 有沒有可能出現馬英九以外的人 跟習近平見面 馬席會的惡度碰面 當然象徵了兩岸 還有機會能夠 往和平方向邁進 同時也是大陸 對台灣釋放出來的善意 非常多年習近平 都沒有再會見過台灣的相關人士 很簡單 因為台灣也沒有太多重要的人 值得他見 的確上一次習近平 見台灣重要政治領袖 就是第一次的馬席會 2015年 同年還有主席會 但之後 民進黨執政八年 兩岸近乎斷線 九年後 馬前總統到北京 傳達民意外 也對大陸釋出善意 為什麼邀請了半天 還是馬英九去 因為台灣完全看不到 他給政治談判的對象 所以中國大陸 就必須要買保險 馬英九以民間人士身份 為台灣搭起 與大陸的對話橋樑 但關鍵還是在執政者 不論是蔡英文 還是未來的賴清德 是否願意踏上這條溝通之路 最主要還是看習近平 他對於他的 他在這個跟這個馬前總統 見面的時候 他提出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沒人知道 未來兩岸是否會打仗 但必須有人傳達清晰的和平訊息 否則以綠營執政期間 不斷唇槍舌戰 反而不利對話 記者郭仙陽中聯號 台北報導 好 看到對此 前立委孫大謙就表示 兩岸現在正值兵凶戰為之際 那馬前總統認為該盡一份力 好 那他也說了 馬前總統想要見到的人 也不見得見不到 那麼他此行最大的獲利者 恐怕就是賴清德 馬總統來講 他當然有他歷史的使命感 他一直都是一個很堅持的人 你光看他這個 從年輕開始這個保調運動 一路到今天 他對於保調的立場 是從來沒有改變的 那麼他對於當時 六四天安門事件 要求平反的這個支持 一路走來也是始終如一 他也沒有怕說 因為這樣就得罪了日本 或因為這樣就得罪了北京政府 他就是一個這樣個性的人 所以他當然他對自己的使命感 他會認為說 在兩岸現在兵凶站圍的時刻 他應該盡一份力 那麼就像剛才亮哥講的 就是說因為現在馬總統 他不是執政者 那麼國民黨也不是執政黨 所以當然馬總統的 這次訪路的行程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他可能是象徵性的意義 會大於實質性的意義 因為畢竟馬英九總統 在台灣算是一個 相當有分量的政治人物 那麼所以我相信他們會給 馬英九總統一定的領域 那麼馬總統如果想要見到的人 也不見得見不到 那麼我相信如果行程都安排好了 他也應該可以如願見到 他想見到的人 那麼但是你說賴清德 為什麼始終對這件事情 不發一言不治一語 因為賴清德是最大的獲利者 就如果因為馬總統的 這一次的訪路行 把兩岸的關係穩定下來 賴清德不就高興死了嗎 他現在最怕的就是 他接下來520之後 他要怎麼去處理兩岸 現在如此紛亂 兵兇戰危 隨時都要這個兵戈再起 這樣的一個局面 現在由馬英九總統在第一線 幫他穩定兩岸關係 這對賴清德來說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所以他當然在這個時刻 我也不認為他會在這個時刻 潑冷水或扯後腿 前總統馬英九 4月1號到11號 摔大學生訪問大陸展開和平之旅 廣州紀念黃花崗72列市 轉星擊敗黃帝林 馬英九 加油 馬英九並首度訪問北京 520前 馬英九二會 全力化解兩岸兵兵戰危 中間新聞團隊 隨心採訪全程直播 並邀請專家及時評論 7月1號到4月11號 請鎖定中間新聞直播 馬英九訪問和平之旅全紀錄 我們來關注一下保齡查氏 食物中毒案 目前還是一大謎團 那麼昨天再新增了三例通報 目前累計是有31人 包含兩名死者在內 已經有12個人 體內檢出了米酵菌酸 但是取自於信義原版A13店的 35件食材檢體都沒有驗出來 那麼饒河店用餐的兩名個案 體內當中也沒有檢出 衛福部定調 這個保齡中毒案 目前還是局限在信義A13店 顧客神情民眾前往百貨櫃台 經過五分鐘溝通 由工作人員帶領 進入角落辦退廢 保齡食物中毒案 即日起開放現金退款 31號下午則是累計通報 31案例兩人死亡 北市也公告新則一名案例 身體指數正常 反加觀察中 另外饒河街分店 也有民眾吃了卡利人當 而不舒服 檢驗結果也出爐 那確認這個診斷 是所謂的感染性的腸胃炎 他的血液的檢查 並沒有看到米酵菌酸 這個致病原 所以目前這個案例 應該屬於 跟本次在保齡A13 這個系列的案例 可能是不相關 保齡的兩名饒河店案例 一起研判為腸胃炎 一起跟指數較高 兩人檢驗結果都呈現 米酵菌酸陰性 確定米酵菌酸 仍然在百貨A13內 並未擴散 但是除了兩死亡 六住院案例 未住人病人中 卻又再檢出 四人體內含有米酵菌酸 在A13用餐的這邊 我們驗了 包括這個住院這些8個 那現在4個 就12個12個都有驗出 而北市39家百貨大賣場 美食街機場結構也出爐 16間有衛生環境缺失 一間沒通報產品責任線 限期改善中為者開罰 目前為止保齡多項食材檢測 結果都是米酵菌酸陰性 外界懷疑問題可能出在醬料 甚至有桃園病患反應 保齡的醬料非常苦 不過目前食藥署檢測 同批醬料醬油及老抽 也都是陰性 要有蔗糖 氨基酸 纖維素等等 這種混合的環境 就好像說中華的料理 炒一盤菜一樣 我個人導師比較懷疑說 醬料是一個最有可能的元兇 醫師認為最後還是得問 代辦廚師到底做了什麼 另外先前蘇丹紅風波 全國學校已經暫緩使用咖哩粉 辣椒粉與胡椒粉 現在風波再一波 有團善業者已經決意再暫緩咖哩 學生想要吃到還得再等等 藥有張金門問題特別報導 好看到這起食物中毒事件 還在延燒當中 到底這個毒素來源從哪裡來 那麼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昨天晚間有透露說 包括了這個食材 果條香蘭葉再來 米粉醬油老抽等等 35件的食材 都沒有減出米酵菌酸 另外現在在加護病房 救治的有五個人 那當中有四個人的肝損傷 蠻嚴重的 目前還處在昏迷狀態 好所以大家很擔心說 這一起的這個食安的問題 那目前釀成兩人死亡 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遠離可怕的米酵菌酸呢 醫師就提醒了 只要食材保存 可以做好分裝冰存 那同時這個米製品呢 不要先煮熟放涼再加工出菜 就可以預防米酵菌酸 而在處理乾貨泡發之前 應該要先沖洗過 加入醋或是檸檬水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的滋身 保齡中毒鬧的人心惶惶 可怕米酵菌酸到底怎麼防 醫師指出原來食材應該遮養妝 在這個個別的包裝裡面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至少在伯克霍德斯菌這種 需要非常營養的這種 培養米環境裡面 他是不太可能去做智障 為了料理方便 除了冰存食 常會將類似食材混裝在一起 廚師更為了節省出菜時間 會先把大量粄條米粉 煮熟放涼 等到顧客點餐時 再抓來下鍋 夾料現炒這樣的SOP完全錯誤 因為米酵菌酸早已大量滋身 建議還是先吃先做 即便高溫處理 米酵菌酸其實是沒有辦法被解掉的 如何防範恐怖米酵菌酸 家庭主婦較常犯的錯誤 就是鍋裡沒吃完的飯 等放涼了才進冰箱 其實應該趁熱 溫度大約65度左右 就可以放入保鮮盒 盛裝封好 放入冰箱冷凍 用了要吃時再遵守即可 至於乾貨要泡發 以往作業更是大錯特錯 像是泡發木耳 泡之前先用清水沖洗一次 泡的水更是要每四小時換一次 最好再加上這兩樣 錯誤檸檬水 讓水呈現酸性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滋身 那乾貨很可能要曝散 那在空氣中 可能就有一些灰塵啊細菌 所以你先沖洗一下 那一定放在冰箱裡面去泡泡 這樣會比較安全 由於米酵菌酸 就要在攝氏22到33度 以及酸鹼殖中性的環境中 迅速增殖 所以民眾保存食物 只要多加留意環境及溫度 就可以避免拔毒吃下毒 記者李清英國衛生 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 會隨著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引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好 我們來觀察一下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到底如何呢 今天禮拜一有上班日 那麼提醒大家出門上班 務必呢攜帶雨距 同時開車方面呢 行車要多加的小心 因為會下雨 這個封面呢 持續的往南移動 通過了台灣 那麼白天呢 各地天氣狀況都蠻不穩定的 容易會有對流性的降雨 尤其呢在中部以北的地區 會有局部大雨 那南部地區也會有局部 比較大的雨勢發生的機率 預估呢比較晚的時候到了夜間 封面呢減弱就會逐漸往北移動 各地天氣會逐漸的好轉 那氣溫方面呢 各地的低溫 今天呢是在21到25度 白天北部跟東半部高溫 在25到29度 好 北台灣的高溫呢 稍稍的往下降 有比較轉良的趨勢 那麼天氣感受比較舒適 中南部來說 高溫還是可以來到32到33度 體感上面感覺呢 就是溫暖偏熱的 好 我們帶大家來關注一下這個雷達回播圖 好 從這上面看到的是呢 這個雨帶有通過了台灣的上空 那包括呢在北部地區 花東還有在中部南部來說 都有非常明顯的降雨訊號 同時氣象署也針對了台東線 發布了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提醒大家務必呢多加的小心 那也來看到的是因為封面的影響 所以呢氣象署也發布 16個縣市的一個大雨特報 好 看到高雄以北以及外島的澎湖 今天都會容易有短延時的強降雨發生 有局部大雨出現 所以要注意的是可能發生雷擊雷雨 或者是有強震風 那我們帶大家看到的是 未來一周天氣狀況 包括這個降雨的情形 還有氣溫方面到底是如何 好 我們先看到的是呢 今天的封面通過了 那麼清晨呢上午還是雨蠻多的 下半天就會減緩了 那麼在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呢 都會有局部大雨 南部地區也會有局部 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各地都會下雨 所以呢看到出來就是 外出一定要記得西帶雨距 不過雨勢越晚呢會比較趨緩 好 溫度方面呢 北部還有東北部來說 明顯的轉量了一些 高溫只有25度 那麼低溫變化的幅度不大 還是有在20度以上 至於明後兩天 好 周二周三呢 是這一周來說 比較穩定的天氣喔 那麼封面遠離 各地都是多雲道晴 溫暖偏熱的 唯獨呢在午後 這個中部的山區 還有在花東地區來說 有一些零星的短陣雨 那麼看到氣溫明顯的回升 好 白天呢都是溫暖偏熱的喔 西半部高溫來到超過30度 中南部的高溫也會有32到34度 同時要特別提醒在禮拜三的時候呢 這個轉為西南風 所以東南部有焚風發生的一個機會 好 禮拜四呢 就是清明連假的第一天 那麼受到了另一個封面的影響 天氣逐漸轉為了不穩定 好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以及中部山區又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其他地方呢是多雲的天氣 好 滿符合清明時節 雨紛紛這樣的天氣形態 到了連假的最後一天呢 這個禮拜天來說 降雨更加的明顯了 所以提醒大家好到這個 不管是連假期間外出旅遊 或是到山區掃墓的話 一定要被託雨據了 幾件事情 小丁寧我們來提醒一下大家 好 今天呢受到負面的影響 白天來說 天氣是滿不穩定的喔 高雄以北都要慎防雷雨的發生 那麼北部的高溫有稍微的往下降 稍微的轉涼 所以呢 外出要記得戴一件薄外套 至於南部高溫還是有在32度左右 不過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也要記得天氣的變化 要注意才行 以上天氣資訊 留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了 好 我們來關注的是呢 這個外面如果下雨的話 那當然很考驗室內的場地了 台北大巨蛋呢 在3月初的時候 日直獨賣巨人隊友來台進行交流 可是呢出現嚴重的漏水狀況 遠雄集團當時解釋呢 可能是管線的結合不慎 所以呢產生間隙導致滲漏 沒想到昨天又發生了室外在下大雨 室內下小雨的狀況 球迷呢在室內只能夠撐傘躲雨來看棒球 對此遠雄再度對外來致歉 也表示說經過呢初步的檢修 是因為下雨溢水管線的縫隙伸縮縫縫 在設計上面轉接的角度不良 所以呢造成了反饋的溢水 好軍方的消息來源就透露了 這個準總統賴清德呢 跟準副總統蕭美琴 即將在明天4月2號 會到國防部來聽取機密簡報 那麼到時候呢 會由國防部長邱國震 率領著參謀走長梅嘉樹上將 等等重要的將領來進行簡報 軍方官員就說賴清德當天 會帶什麼樣人的同行 很可能就會是賴政府 國安團隊的核心成員 至於呢新國防部長的人選 軍方官員說啊 這一次的人事改組喔 氣氛蠻低調的 研判前海委會的主委李仲威 國安會的秘書長孤立雄的呼聲蠻高的 那麼另外國安會的滋味黃樹光 也是有很大的機會 好可是我們看到的是國防部長邱國震呢 最近好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他的兒子遭報召妓 那麼向總蔡英文請辭 不過獲得了胃流 而這個事件呢 就發生在敏感的520前戲 那當然掀起了各界這個陰謀論 立委徐巧鑫就說啊 民進黨內鬥的可能性比較高 同時也點名顧立雄跟蔡明燕 認為這國安系統要負最大的責任 那麼壹傳媒的總編輯 曲美鳳談到人事鬥爭時 就點名黃樹光 同時也驚爆 美國介入了台灣的國安人選 從多名立委都收到各種不同版本的不假片 國防部長邱國震兒子被爆掉染黃 內鬥陰謀論的可能性很高 我覺得內鬥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就是要嘛是內鬥 要嘛是說可能是國安問題 但後者不太可能的原因是 如果真的要這麼做的話 為什麼不選在520之前 在選舉期間 那他這樣子的做法很明顯的就是 邱國震部長他沒有繼續在520之後連任的可能性 邱國震的兒子就任職國安局 許曉心公開點名國安系統 顯然有人在520前要給他難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責任是歸國安局 為什麼你們沒有事前掌握 國安局要為這件事情負上最大的責任 甚至國安會 也就是說顧立雄跟蔡明燕 他們才是這件事情最應該要負責的人 可是邱國震520在政府上台之後 本來就未必會繼續留任 究竟是誰要修理他 斷他留任的可能性 最先爆料的一傳媒總編輯曲曲美鳳 直言只要考量人事鬥爭 就知道其中的貓膩 鬥爭與否 說實在我們身為媒體人 或者是新聞的第一線兼兵 大家都聽到有很多人選會爆出來 說實在我說句老實話 也有人點到黃曙光 說有爭絕對的 你說有什麼樣的佈局也絕對的 那你說是不是派系的問題 利益糾結的問題 曲美鳳還點出 其中可能還有美國應付 也藉此提醒台灣政府 未來台灣在美國 對太平洋佈局的重要性 我覺得美國的力量對台灣的影響 在國防的部分 絕對是手伸得很深 美國對台灣的國防的影響力 外交的影響力 這個國內台灣國內政權的影響力 甚至呢重要位置安全 國安人選人員影響力呢 絕對是有的 邱國正因兒子爆出召濟疑 請辭未獲准 在520政權即將交接的前夕 到底是誰想借機修理邱國正 陰謀論甚至還牽扯到美國勢力介入 只能說國防部長這個關鍵位置 動見觀瞻 記者羅志華西澳生台北報導 好謝謝一下玉山古天樂的斗內 同時呢他呼籲大家多多的按讚 這個按讚的人數呢 好像跟我們觀看數呢 因為這個不符比例 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幫我們按讚 另外有看到這個魏曾湯 跟我打招呼大家早安 好歡迎大家持續的留在我們的子頻 來跟我們聊新聞來互動 待會有時間我們再來點名看看 好我們繼續關注的是 國防部長邱國正的兒子 邱晃年涉皇案 那麼綜合了軍方跟情志圈的分析 媒體刊登邱晃年三張外流照片 分數多年其中他手拿健保卡的照片 研判應該是疫情期間 視訊看診的照片 而不是外界揣測說 是因為涉皇所以遭人威脅拍照 那麼另一張呢 少衛畢業任官的照片呢 一旁合照的是 時任的軍情局長張堪平 這年代是在2009年到2011年間 時間蠻久遠的 這應該是秋晃年手機存留的照片外流 好我們另外看到的是 蔡英文總統呢 在2016年元月當選之後呢 是在4月14號 率領著副總統當選人陳建仁 到國防部來聽取機密簡報 那這一次呢 賴清德選載的是明天4月2號 所以呢 相較於蔡英文當年到國防部的時間 是有比較早一些 不過呢 蔡英文是在確定了行政院長 跟國安會秘書長人選之後 才首度到國防部去聽取簡報 那目前看得出來 賴清德這個政府的隔魁人選 還是保密到家 好我們繼續關注的就是這個 前總統馬英九號 今天呢就要啟程訪錄了 將會搭乘南方航空的搬機 前往大陸 要展開為期11天的訪錄行 二度的訪錄 那第一站呢 會先抵達的是大陸的科技大城深圳 那目前市場最近狀況如何呢 我們連線給記者顏沛宇 好的主要各位觀眾 今天呢這個馬前總統呢 預計會在校午2點25分的時候呢 抵達深圳 那麼據我們了解到 陸方會派出這個大陸國台辦 副主任潘選長來接機 此外呢 大陸的國台辦主任宋濤呢 也已經在昨天的時候 就已經抵達了深圳 因為兩個人呢 預計會在今天校午5點50分的時候呢 會在這邊有一個會見 會見完之後呢 宋濤呢還將會驗請馬英九一行人 而今天的馬英九一行人 一抵達深圳之後呢 行程可以說是排得相當相當慢 他們一開始呢 會先這個驅車喔 先前往這個南山區的科技園 這個地方呢 有大陸相當具有代表的高科技企業 像是無人機很出名的大江 以及世界前500強的企業騰訊都在這邊 也都是馬英九今天會去的地方 而員工呢 也向我們透露 似乎已經聽聞他的到來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有可能會在展廳 因為之前我們接待一些高層領導 可能都是在展廳那邊 他帶了蠻多年輕人來要來這交流的 對 應該很多交流不是挺好的 那麼據我們掌握到的消息呢 相當低調很少公開露面的 這一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呢 會在騰訊總部親自迎接馬英九 那麼今天晚上的活動呢 也有安排這個馬英九呢 用完晚餐之後呢 會帶他去這個深圳的人才公園 這個地方呢 他的燈光秀相當出名 會在這邊呢 安排一個無人機的表演 那麼這個表演結束之後呢 還會再帶馬英九呢 去這個世界第四高 大陸第二高的大樓平安金融大廈 會在這邊呢 跟台青有一個會見 那麼以今天第一天來說呢 不管是這個大陸接待的官員的成績安排 以及整個的這個參訪環節 都能看得出來這一次陸方 對於馬英九雖然是第二次來了 但還是高度的重視 不僅搬出當地相當具有這個知名的企業 而且都是能夠跟世界幾百強 匹敵的這個企業讓他來參觀之外呢 大陸國台辦主任送他呢 在第一天就會來會見他 那麼我們也會在現場 想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看到呢 是這個馬前總統呢 即將訪錄 展開了十一天的和平之旅 那當然也會去參訪一些這個民營的企業 包括了比亞迪啊 騰訊以及大江公司 那麼要持續來鎖定 我們中天好的這個 隨行記者的一個全程紀錄 好看到賴清德 520即將要來就職民進黨高層呢 對於兩岸關係喔 開始釋放新的說法嗎 因為退服會的副主委 李文中就公開呼籲賴清德 不要再逢中必反 對此前東華大學的教授 施政鋒老師呢 在我們的CTITalk網路論壇當中就有分析 說從種種的跡象就顯示 民進黨新潮流派系是很有彈性的喔 不是美國可以來控制的 好這是中天呢 專門升了兩岸議題的CTITalk網路論壇 本週邀請到了 張春山老師張亞中以及施政鋒教授 跟主持人舒芬主播 好來進行重磅對談 要解析馬席二會對於兩岸帶來的影響 更多精彩內容 請大家鎖定 每週六晚上八點CTITalk網路論壇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好另外呢 每週六晚上的11點也會在中間電視的直播時段播出 李文松他有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退伍會 他現在還在退伍會嗎 他就是有時候會講出一些 好像跟他身份不是很相襯的這樣子的 那表示說他應該是不是在試探什麼 還是怎麼樣 我先說其實他為了很可能 你是說他代表他自己試探風向 還是說幫誰在試探風向 他可以push到怎麼樣 那有一點像什麼呢 領洋港的那個表面張力有沒有 你再怎麼樣張力你也知道 原來他其實裡面那個杯子裡面玻璃是很高的 你知道那個裡面的酒是一點點 所以就是說 亞中兄剛才提到那個結構性 等一下我再講結構性這個部分 所以說他可以push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李文中他現在應該 應該也許如果真的是國安部留用的話 那就全部要用自己人的時候 當然國安部長對不對 或者是去監軍 所以他忽然講這些話出來 在試探什麼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 OK 第二個就是說 話又說回來 賴清德他曾經講過親中愛台 這是很奇怪的 那裡還有印象嗎 親中愛台那次是跟小英在爭取的那次有沒有 對 爭取 為什麼他會講到那麼強 他應該是希望說 七線無戰事 我的感覺是要跟小英做一個區隔 這時候就要回頭 這不只是賴清德自己本身的 他的所謂的理念立場等等那些東西認同 還牽造新潮流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 我覺得新潮流是相當的有彈性的 不是美國能控制的 相當有彈性 相當有彈性的 好有軍事民日前在衛星影像上就發現了 大陸解放軍在內蒙古模擬建造博艾特區 全比例炸射靶場 前空軍的副司令張延廷就點出了 共軍那300秒就到總統府上面了 萬一衝突 共軍一定是立體上路垂直作戰 也就是會出動戰鬥機直升機 那麼同時他點出了 共軍看到我們台灣的短板 就是宜蘭 西隆 台北 新北 桃園等等 北部五個縣市 一千萬人口卻沒有任何的軍機場 像是松山 桃園機場都不能夠來停戰鬥機 那麼北部五個縣市呢 以這個雙拳來舉例 一個機 一個飛彈 那我們只有單拳 也就是是有彈無機的 這個彈能不能來確保領空安全呢 恐怕未必喔 因為呢 飛彈最怕的就是電子反制了 好另外國際間我們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最近宣布離愛的消息之後 首度的公開露面了 當然引起大家的關注 75歲的查爾斯跟他的王后卡蜜拉 到倫敦西部的聖喬治教堂 出席了英國王室最重要的宗教儀式 復活節禮拜儀式 那麼為了要一窺查爾斯的身體狀況 大批的民眾呢 不惜花了上個數個小時 在教堂外來等候 看到的是西裝筆挺的查爾斯呢 微笑著跟人群來揮揮手致意 也進行短暫的交流 看起來氣色是蠻好的 最近呢這個諾羅病毒肆虐 因為傳播力蠻強的 容易引發了群聚感染 所以醫師就呼籲 一定要來做好個人跟環境清消 同時醫師也提醒喔 酒精呢是殺不死諾羅病毒 所以要進行環境清消 要選擇可以有效對抗諾羅病毒的抗菌液 這是旺旺出產的水神抗菌液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擁有SNQ國家品質標章 也通過了實驗的認證 是可以有效對抗諾羅病毒 抗菌率高達99.9% 溫和不刺激 成分也非常的單純 不會傷害到我們的皮膚 同時是沒有刺激意味的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來選購 記得輸入CTI821 還可以享有額外折扣 好另外大家知道嗎 台灣人最喜歡吃的保健食品 就是益生菌了 2022年台灣益生菌的市場消費 是有超過43億元 相信有很多人都是靠吃這個益生菌 來調整我們的生理機能 除了可以保持我們腸胃的健康順暢之外 也有人會吃益生菌幫助入睡 你還知道益生菌有哪些功效嗎 到底要怎麼吃才可以增強效果呢 還有哪些人最應該來補充益生菌 讓醫師告訴大家 最受國人青睞的保健食品益生菌 除了維持消化道機能幫助入眠 就連季節交替 面對過敏耗發的情況 也能幫助調整體質 比如說對於腸胃道的一些症狀 甚至對於免疫的一些改善 還有包括睡眠情緒 以及新陳代謝的這個部分的影響 在日常保養呢 我其實也會建議針對益生菌來做補充 也會對於過敏體質有一些的幫助跟改善 醫師表示 選擇特殊菌株的益生菌 可以藉由改善腸道環境 讓血清素的分泌吸收更穩定 增加生成睡眠 提升睡眠品質 克菲爾益生菌呢 它本身就會生成GBA 還有這個血清素 那另外一個退黑激素 也是它的殘污之一 那大家都知道退黑激素 對於這個幫助睡眠 調整時差都有它的好處 另外台灣素食人口高居全球第三 單素食料理中 常常會有許多高油高鹽的再製加工品 醫師就提醒 吃素族群也可以選擇素食型的益生菌 來調整體質 比較高油高鹽的一些再製品 那這些食物就比較容易引起 體內腸道的發炎 所以我認為素食者 它非常的適合來補充益生菌 一方面是因為素食者 它的這個青菜水果可能就 就吃的比較多 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益生源 那另外呢 我會建議的話 它也要減少這些油炸類 或這個再製品的這個攝取 每日定時補充益生菌 除了選擇足夠的劑量 搭配不超過35度C的開水 平時維持良好作息 都有助於提升益生菌的作用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最chill的紓壓影響 夢夢水來了 不含多種營養素 幫助入眠好好睡 一包只有十六大卡 白桃公衛好清爽 快來一起去一下 快點購熱銷桌 上網搜尋快點購 好謝謝一下玉山谷天樂的再次抖內 同時呢他也溫馨的提醒大家 天涼大家出門要加件外衣 就是呢這個北台灣來說 感受會比較多一點點 就會覺得好像涼涼的 那記得戴雨具之外 也要戴個寶外套 另外看到了黃泉明 也呼籲大家記得按讚 天地不柔 Mrs Young 廖帥 還有建州 李明貴 陳平 陳平說好想睡覺 是已經上班了嗎 上班好想睡 還有這個Kelvin Sim Henry很多人陸續來加入我們 好再歡迎大家 繼續留在我們的子頻 好跟我們來聊新聞 好我們開始繼續關注 這個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呢 好今天就會來審查 各立委提的 國會改革草案 那麼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就說啊 為了因應嘲笑也大 民進黨團要來祭出 天天假動就是假極動員 要對抗藍白邪惡力量 而國民黨的總召 好國民黨團總召 傅崑奇呢 就反嗆說 民進黨跟民意是完全脫節了 終究會走入歷史灰燼 應該要想一想吧 最後四年任期 可以為人民做些什麼 不要浪費時間 口舌之爭 好民進黨團呢 說要來啟動 天天假動 那黨團總召 柯建民試施 說黨團必須要走出 八年舒適圈 要祭出緊迫盯人戰術 時時刻刻盯住每一場的委員會跟 院會 那可是民進黨八年完全執政 喔 國會改革好像只改了皮毛 如今藍白聯手準備要大刀闊斧 那民進黨卻急著出面 當起了違憲糾察隊 看到現在民進黨發佈了 這個天天假動 好每天呢 一定這個會前會後都要簽到 而且要緊盯每一場的院會跟委員會 那國民黨立委徐曉鑫就分析喔 因為啊 現在的民進黨立委呢 士氣非常的低落 很不團結 所以逼得黨團呢 只好來發佈這樣的強制命令 他們才願意到立院上班 同時他透露說 欸有一次民進黨假急動員的時候 好幾十位的立委到場 但當中呢 有人抱怨說 黨團發佈動員令 可是卻沒有告訴我們要幹嘛 根本就是為了動員而動員 完全意義不明 民進黨需要透過假急動員 他們的立法委員才會上班 他們的立委才會出現在議場 才會到齊 對甚至他們今天有一個新聞寫說 民進黨有一個內規 要求他們為了要讓行政院的人 能夠平常是多一點時間去上班 實際上就是少在立法院被問 所以他們說呢 30分鐘的質詢時間 他們都要求只能有15分鐘 我覺得民進黨 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為了要放水行政官員 所以訂定內規 讓你們的立委質詢時間減半 你說即便發生一些遲到門之後 他們現在還要再搞這一出 就是對 沒有他甚至他可能先前就訂了 因為那是他們內規 我們外人不知道 但今天媒體有報導說 他們有這條內規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質詢時間 都自我砍半 只剩15分鐘 剩下他們都直接改書面 是民進黨要求這麼做的 要求對行政院的這個人員放水 他們的立委呢 現在第一個士氣很低落 第二個不是很團結 第三個經常私底下自己心情不好 對外放話 然後他們必須透過假急動員 才願意來上班 這一點跟國民黨完全不一樣 這個禮拜五跟上個禮拜五 他們連續兩週假動 對 那在上 應該是上禮拜五跟上上禮拜五 因為又已經隔了一陣子 好 那在上上週的週五 即時假動 在議場裡面出席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寥寥可數 只有三到四人而已 那上個禮拜呢 他們有假動 所以人比較多 我算大概有20位立法委員 然後進到議場裡面 但是據說他們也跟 包含媒體去抱怨說 完全沒跟我們講話幹嘛 但是又一直假動 所以他們是因為要假動才來的 為假動而假動 好民眾黨現在推出 七點半成會系列商品 那黨主席柯文哲就說 每天呢要早上七點半上班 希望可以改變這個年輕人的工作文化 那麼台灣大學的政治系教授 佐震東老師他說啊 柯文哲這個想法相當沒有人心 因為現在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呢 都希望上班時間 可以比較彈性一點 才能夠兼顧到家庭嗎 或是你可以發展 其他的興趣等等 以年輕夫妻來說 如果兩個人都是一早 七點半就要上班 那誰來顧小孩 誰要來把小孩帶去脫嬰等等 我們來聽一下 這個左教授的分析 可能每一個人觀點不同 不過我真的覺得 像七點半上班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好好談一談 因為我個人是堅定的反對 這個做法 我是百分之百反對的 第一個這是沒有人性的做法 對不對 我們想家裡有小朋友的人 父母 怎麼可能七點半到辦公室 有啦 就是你家裡有另外一個人 他不能七點半 所以你就可以七點半嘛 對不對 就是說另外一個人 要來負擔這個責任 好 那也可以如果你家庭 有這樣子的分工也可以 可是現在的整體的 這種工作的文化是什麼 整體的工作文化是彈性上班 大家都希望因為有彈性 所以它可以兼顧家庭 因為有彈性 所以它可以有更多的 它可以去斜槓 如果你這個工作 不能夠滿足它的現實需要 現在這種彈性的工作 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你去要求大家七點半上班 我認為這根本是一種 一種不健康的想法 整個社會面臨到少子化的衝擊 你還要要求你的員工七點半上班 你是要讓更多的人 沒有辦法去照顧家庭 沒有辦法去照顧下一代 我認為這些 這個做法完全是跟我們這個社會 現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所要提出的解決方案是 背道而馳的事情 那你怎麼還會把它當作是一件 很光榮的事情 好 謝謝一下這個見鐘的斗內 另外看到呢 大家在聊天室裡面也是 蠻多的討論 七點半上班 有人覺得天啊 沒辦法 還有呢有人就說 這個柯文哲是不是自己睡不著呢 有人說我今天 對 我這個落成報的話 就要四點上班 不過如果七點半上班 那可以早點下班 或許也是一種彈性嘛 好 那我們繼續要來看到的是呢 希望大家要記得更新一下 你的中天新聞網的APP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個祈福福袋 即時許願斗內中天 重返五二的活動 希望大家多多的來響應 來這個用這個福袋 來許願 同時也可以斗內給中天 當然希望大家都是亮麗而為 任何的管道 董內給我們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也非常的感恩 好 我們新聞繼續來看到的是 短短五天就狂目高達1752億 被稱作是ETF巨英的 原大台灣價值高息ETF 這個是00940 今天要正式掛牌了 那麼因為00940 在上週五呢 收盤禁值是9.92元 這已經是低於10元的發行價 最新的禁值呢 就會成為今天上市掛牌價格 這個掛牌首日是否會破發呢 好 就指說這個股價跌破了發行價 那申購成功的投資人 會不會因此住進套房啊 好 是今天的台股焦點 文化部為了慶祝台南建成400週年 耗資了8600萬打造了戶外 搭行這個歌仔音樂劇1624 不過呢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教文體育組的召集人陳學生他痛批 說這個花費呢有層層的貓尼 而且內容爭議很多 直指台灣被殖民統治卻是大肆的慶祝 這個史官有錯亂的問題 另外立委高金素媒就痛批 根本在宣揚台獨理念 花納稅錢去美化殖民者的罪行 打造了施假的史官 另外看到的是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戰略安全 跟資訊研究所長蘇紫雲就透露 美軍綠扁帽部隊呢 協訓陸軍海龍兩棲營部隊 這活動範圍涵蓋了金門馬祖 澎湖跟淡水河口這幾個地點 那陸軍開始挪一淡水河口冰射 準備要整艦攻兩棲營來進駐之用 戰時的時候呢 會來調動特戰部隊防守 北市連外橋樑 強化首都防衛跟反斬首的戰備任務 好看到蔡政府呢 要來發展無人機國家隊 可是呢被抓包了 馬達是Made in China 狠狠打臉了民進黨 但是明文規定說 公部門禁止來使用大陸資通訊產品 害得農業部采購無人機呢 只能夠流標 那在野黨就批評 不要反中過了頭 反而是局限了無人機的發展 金門爾擔倒國軍士兵 被大陸無人機派觀光 台海關係緊繃之際 怎麼應付無人機清找成問題 但無人機國家隊 卻被抓包馬達是Made in China 一向逢中必反的民進黨政府 狠狠自打臉 無人機的馬達是Made in China 就要去紅話鐵標籤 這樣的做法實在很可笑 我們要面對全世界 比較低成本的無人機的戰爭 結果我們因為一直請他 要放棄無人機產業鏈 這實在是愚蠢的可以 封測是民進黨政府自己要求 不能採購大陸廠牌的資通訊產品 說會有資安疑慮 還害得農業部採購無人機流標 但問題就出 在大陸無人機成本低競爭力大 以為競爭只會局限無人機發展 中國的無人機的產能非常大 它相關的零附件製程都比較便宜 如果說廠商要競標台灣政府的標 當然勢必要用我們台灣自己的無人機的零附件 或是其他非共產國家的零附件 這個會造成成本的增加 就算流標那不好意思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規定是你們自己制定的 陳建仁院長他還說這叫做大驚小怪 你們自己立的標準 但是最後做不到 怎麼會是我們大驚小怪呢 針對這個無人機的零件部分 算是左之右處邏輯矛盾 在黨更呼籲真想扶植無人機國家隊 不該再拿反中當藉口 應該是要一方面鼓勵無人機的國產化 但是也不應該針對他們做過多資安以外的限制 不讓他們沒有辦法用一直流標 我們的無人機該怎麼辦 當未來戰爭走向無人機時代 台灣確診固負自封局限非大陸製零件 就怕不是世界跟不上台灣 而是被狠狠甩在後頭 記者張老師許國豪SN小組台北報導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死者的血液當中檢出了米酵菌酸 那麼對此醫師沈正南就認為 米酵菌酸中毒防治應該要來參考 中國大陸的經驗 因為目前對於米酵菌酸中毒最有研究的 這是中國大陸了 那麼亮哥就說這個劇毒大陸也是很害怕 請問一下衛福部食藥署為什麼沒準備 如果不是張基醫院有標準品 我們還不知道怎麼驗呢 這種事情就是要尊重科學 就是中國大陸前一個案子是在黑龍江 那是大概2018 然後中毒的那個東西台灣沒有 所以它是一個酸的東西 是在東北嘛 那個台灣並沒有這種東西 事實上南洋的料理 還有比如說你如果對昆布放太久了 坦白講 昆布我們台灣 不是昆布老木耳說錯了 我們木耳是很常見的食物對不對 那過去怎麼都沒出過事 就是坦白講我真的還不知道 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因為如果連那個饒河街那邊 都出問題 然後後來出問題了變成家裡 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現在就感覺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坦白說這個事情裡 有幾個點是很明顯 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 可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關心台灣的食安 那大陸在這十幾年來 有過好幾次事件 那請問你食藥署為什麼沒有被批 因為中國大陸發生過幾次的case 那這個是劇毒啊 大陸也是很害怕 那我就請問衛福部 食藥署為什麼沒有準備 對不對 如果不是彰化基督教醫院有被批 我們還不知道 怎麼弄出這個東西 還沒辦法去做試驗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一個應該是說 你不是 這個一天到晚抗中保台的嗎 那你怎麼沒有針對 大陸有的 種種的可能有過的中毒事件 早做準備 顯然就是沒有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跟大陸的關係不錯 那搞不好大陸的醫療體系 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 知道怎麼急救啊 可以跟你分享 是啊 我們有機會還可以去問 對 說可不可以借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治療病患 那不然你現在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好看 因為我是外貌協會 所以我覺得設計感一定要很強 是我前面的那個玻璃包膜 我每次我大概一隻手機會換四五次 就是一天到晚在摔手機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那個手機的掛繩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要穿著比較休閒運動風 所以我覺得它的運動風的那種設計感蠻好的 而且還有小巧思 是Live的 對 我覺得那個很可愛 那有點可愛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年齡層耶 都可以 我覺得大人小孩都蠻適合 像我爸爸老人家 我真的也需要 對 我覺得老趙嫻疑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聖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聖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聖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好 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小時候 上午八點鐘的中天新聞 持續來呼籲一下 這個小時候的新聞 依舊有商開 跟剛剛七點鐘 開在同樣一個直播連結 因此邀請大家 現在趕快幫我們轉到 我們的此頻道 中天新聞的YT頻道 一塊來收看 如果已經在這個原本的直播 連結報到的朋友 先幫我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按讚 還沒有按讚的人先退出聊天室 幫我按個讚之後 再開始進入聊天室裡頭 留言來跟我打招呼 現在先來點名一下 我有看到喬喬 陳平 林志敏 Mrs. Young 鄭朝方 黃泉民 張天師 跟張欣林 紅色燕子 還有看到Ben 以及可愛哈士奇 慶張的加入 現在持續還有看到 林申德的留言 賴朵朵 我也有看到你 Henry Sue 以及現在有看到秋香 還有蘋果云 非常感謝大家 希望各位持續聊天室當中 留言來做互動了 這個小蛇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要來看到的是在台中 好 台中呢 晚間因為下起好雨的關係 結果發生至少有兩起的意外 豐原和平街上有一間美髮店 懸掛了十多年的木質招牌 突然掉落 直接砸在兩輛車上 好 另外呢 台中市則是有一輛小貨車 因為暴雨導致視線不佳 撞上路邊分隔島之後翻車了 詳細狀況 一塊請記者吳佳恩帶我們了解 好的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大片木質招牌 砸在白色車輛上 當風玻璃已經受損 車身全是木板碎片 所以今天雨是下很大是不是 是啊 今天雨下很大 台中風源和平街 昨晚十點多因為下大雨 導致一家美髮店 懸掛十幾年的木質招牌突然掉落 直接砸在路邊兩輛轎車 車輛車頂凹陷 天窗玻璃被砸碎 受損情況嚴重 所幸當時沒有人在車內 無人受傷 該店店長承諾 會賠償車主的損失 而在台中市 一輛小貨車也因為暴雨 發生車禍 台中市凌晨兩點多 一輛小貨車因為暴雨 導致視線不佳 而且駕駛不熟悉路況 在中心路三段開到一半 撞上路邊分隔島 小貨車隨即翻覆 橫躺在路中央 還好駕駛沒有受傷 可以自行跑出車外 以上最新主播 好 不過氣象主 在清晨5點18分 針對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 跟屏東縣 就發布了這個大雷雨 即時訊息 持續的時間 一直到6點45分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的狀況 其實下行不少 睡夢中的嚴重 這是根據水利局的資訊 台南市的官田區 還有上化區 達到二級淹水警戒 氣象署特別提醒了 寢慎防劇烈的降雨雷擊 還有九級以上的強震風 冰雹 溪水暴漲等等 另外呢在低洼地區 也要小心會淹水 以及能見度是比較差的 氣象署做了觀測之後 發現台南官田的石雨量 達到了54.5毫米 好 當然這個天氣上的變化 務必請大家務必要多加留意了 好 尤其是大雷雨在清晨時分狂轟 好 很多當地的民眾都驚呼 這個狂打雷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比颱風還要可怕 風雨真的超大 直接被嚇醒 好 另外也有網友特別提到了 這個暴雨簡直就是一個淹水的節奏 甚至還有遠在花蓮的網友留言說 花蓮打雷就連房子跟窗戶都在震動 因此提醒大家務必要多留意了 好 中華職棒31號有三場比賽舉行 不過剛好面臨到封面朝陸地靠近 因此從昨天下午開始 彰化以北地區雷雨機率增高 其中台岡雄英隊是首戰樂天桃園隊 就是因為下午的時候大雨不斷 新莊球場先是蓋上了帆布延後開打 另外來看到在大巨蛋的中信兄弟跟魏全龍之戰 也有球迷在網路貼文指出天花板在漏水耶 只能夠先撐傘來應急 還好這些問題在排除之後 大巨蛋下午的比賽依舊是準時開打 前總統馬英九呢 在今天即將要搭乘南方航空的班機 前往大陸去了展開為期11天的訪陸行程 好 第二次造訪大陸 第一站將會先抵達大陸的科技製程深圳 目前在現場的最新狀況呢 要把時間交給記者顏佩宇 好的 各位觀眾 今天這個馬前總統 預計會在下午2點25分的時候抵達深圳 那麼據我們了解到 陸方會派出這個大陸國台辦 副主任潘賢長來接機 此外大陸的國台辦主任宋濤 也已經在昨天的時候 就已經抵達了深圳 因為兩個人預計 會在今天下午5點50分的時候 會在這邊有一個會見 會見完之後 宋濤還將會驗請馬英九一行人 而今天馬英九一行人一抵達深圳之後 行程可以說是排得相當相當慢 他們一開始會先驅車 先前往南山區的科技園 這個地方有大陸相當具有代表的高科技企業 像是無人機很出名的大疆 以及世界前500強的企業騰訊都在這邊 也都是馬英九今天會去的地方 員工也向我們透露 似乎已經聽聞他的到來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有可能會在展廳 因為之前我們接待一些高層領導 可能都是在展廳那邊 但他帶了蠻多年輕人 來要來這交流的 對你們在那邊 多交流不是挺好的 那麼據我們掌握到的消息 相當低調很少公開露面的 這一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 會在騰訊總部親自迎接馬英九 那麼今天晚上的活動呢 也有安排 這個馬英九呢 用完晚餐之後呢 會帶他去這個深圳的人才公園 這個地方呢 他的燈光秀相當出名 會在這邊呢 安排一個無人機的表演 那麼這個表演結束之後呢 還會再帶馬英九呢 去這個世界第四高 大陸第二高的大樓 平安金融大廈 會在這邊呢 跟台青有一個會見 那麼以今天第一天來說呢 不管是這個大陸接待的官員的成績安排 以及整個的這個參訪環節 都能看得出來這一次陸方 對於馬英九雖然是第二次來了 但還是高度的重視 不僅搬出當地相當具有這個知名的企業 而且都是能夠跟世界幾百強 辟敵的這個企業 讓他來參觀之外呢 大陸國台辦主任送他呢 在第一天就會來會見他 那麼我們也會在現場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人民都要過上好日子 不過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前總統馬英九的訪問大陸行程 今天即將要登場了 不過呢就在馬英九赴對岸之前 AIT主席羅森伯格先抵台來訪問 這已經是他三個月之內二度來訪問台灣了 好當然大家所關注的就是在這個520準總統賴清德 在就職之前美中台之間的關係到底會如何變化呢 好我們就從這個馬前總統的訪問大陸行程來開始看起 他這一回主要是率領青年學子要到對岸去訪問 行程有11天好 當然大家所高度關注的就是所謂的馬席二會 到底會不會登場 大家所預估的時間點就會在4月8號 好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蕭旭曾有特別提到的 此行最重要的是延續去年開始的兩岸青年學子之間的交流 讓兩岸民間敵意減緩避免未來走向衝突 好當然在這一回馬前總統的11天訪問大陸行程當中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 好今天呢11點半會在桃園機場有所謂的行前談話 下午就會抵達第一站就是深圳了 在這個地方呢廣東會停留三天的時間 剛剛新聞當中呢我們記者也特別告訴大家 這一回他會參觀大江公司騰訊還有比亞迪 分別是大陸的無人機代表企業 另外還包含了網路代表企業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呢大陸很快速發展的電動車企業 好不過呢這三家公司呢其實先後被美國的財政部 商務部跟國防部都被列入黑名單跟實體清單 騰訊的部分也曾經被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 列入惡名市場的實體名單至於比亞迪電動車呢 則是被歐盟進行所謂的反補貼調查 好另外呢我們再來看到4月3號會抵達陝西 緊接著參加清明公祭宣言皇帝典禮 會在陝西這個地方停留四天的時間 緊接著4月7號就是此行大家所高度關注的重頭戲了 他會抵達北京好外傳馬席二會4月8號會登場 在北京的時候呢他會跟北大的學生有做交流 也會參觀故宮4月11號會到台灣 好我們來看到當然這一回馬前總統訪問大陸 對於兩岸的影響有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學界還有黨政人士的分析解讀 這個是學者李大中老師有特別提到了 他認為包含了這個羅森伯格有來到台灣來訪問 還有馬前總統即將到對岸去 他說呢兩者並沒有一定的關聯 主要還是美方希望在台灣大選之後 密切跟政府以及總統當選賴清德的團隊來做溝通 希望呢盡可能來掌握台灣政府的動向 好另外呢黨政人士透露說馬英九其實此行最壞的狀況 就是被定位成統戰工具幫助習近平鞏固權力 不過呢如果能夠傳達一些金玉良言 讓大陸轉變當前對台灣步步金幣的做法 改善兩岸關係 那麼這個部分就是馬英九在卸任之後的偉大之處了 好再來看到的是淡江大學的教授趙春山老師 他的解讀又是如何呢 他認為說這一次馬席會應該是國台辦所安排的 好馬英九雖然已經卸任了 但是還是具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 尤其呢現在兩岸之間的情勢非常的多變 一直到520準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前的這段時間點 其實非常的敏感喔 好因此呢在這個馬席二會如果真的登場的話 怎麼稱呼談什麼 他認為都需要非常的謹慎 好要注意的是 習近平到底想要透過馬英九釋出什麼訊息呢 而不是馬英九說了什麼 有同樣分析類似解讀觀點的 還包含了前立委郭正亮 好郭正亮他也認為說 大家其實更關注中國大陸到時候會說什麼話 台灣現在還要來看 蔡英文跟賴清德兩個人如何回應 同時還要看一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到底是如何回應的 到底有沒有把馬英九的主張落實為 未來具體兩岸政策的參考 好另外一個部分呢 這個郭正亮他也特別提到了 他認為馬英九這次的大陸形勢有在懺悔的 他帶著青年學子一同前行的原因 就是因為知道自己造成青年跟大陸歷史的脫鉤 我說馬英九你要記得你是代表那60% 你要講出那60%的期待 不要畏懼 你不是少數 你相當多數 賴清德要認知到你是40% 所以馬英九你該講該講的話 這個你本來就有角色的 因為這個新聞還沒有進入 大陸只是稍微點到 就關心兩岸當然知道這個是 可是大陸新聞也很多 人家忙著那個什麼發展高峰論壇 那麼多老外跑來對不對 然後庫科一天到來那邊做秀 又跑到深圳去對不對 他們新聞也蠻多的 因為馬英九根本就還沒到 所以還沒有熱起來 可是一定會熱 尤其是大陸主動邀約 對廣東黃蒂林多少也有點新聞 到北京就不得了了 北京就是8號跟9號 蕭旭成那個回答方式 我估計大概就是有見面 因為他說客水主變 對 然後但他說是大陸主動邀請 你怎麼看的 應該是有 當然是有 我是覺得 事實上馬英九先生上次去大陸那一次 青年學子第一輪 我直播幫他做了三期 是很挺他的 流量很好 都很好 我覺得他這一次要更瞭解 這個是關鍵 你剛好就在520之前去 你要表達出 台灣60%人的期待 這個你要勇敢講出來 坦白講他也是在懺悔 你幹嘛講出來 鄭元兄講的話我非常同意 你幹嘛這時候講這種話 不是 事實上我都有注意鄭義兄弟在講什麼 邱毅就說 他最近也做了一個直播 所以馬英九對兩岸關係是有負債的 對不對 你歷史刻鋼可以處理 你為什麼不處理 對不對 你跟王靖平搞成那樣是 所以你看到馬英九的新聞 在大陸微博上或是發布時候 下面一大堆留言 大概有一半的 就在講這件事情 這是歷史刻鋼嗎 你以前可以做的為什麼不做 對不對 那你現在來有什麼用 你認真不敢講你是中國人 現在開始講 事實上他表達他是中國人 並不難 你只要引述蔣經國就好 蔣經國雖然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你也可以講一樣的話 因為你也是外省級 對不對 而且目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的有32% 並不是少數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他過去 有太多該做的事沒講 對啦 所以為什麼他是帶青年血脂 因為他知道他造成青年血脂的斷 脫鉤了 歷史上的脫鉤 這個他是有歷史責任 我本來以為阿亮都會講的好話 不會啦不會 該講的話還是這樣子 好前總統馬英九這一趟 訪問大陸的行程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說要馬英九到大陸的時候 要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好對此馬德友是媽的主持人 林辰佑痛批 陳建仁其實根本就是要馬英九 到大陸去搞台獨 純心獻馬英九於不義 不要賴清德自己做不到 民進黨就把球拋給馬英九好嗎 好這個節目呢 是由我們中天追問個馬德主播 林辰佑獨挑大梁的政論節目 馬德友是媽 每週六日晚間的九點鐘 會在中天電視還有大新聞大爆掛 這兩個頻道做直播雙開 因此特別邀請大家 如果還沒有收看的朋友 趕快幫我們回看補課 陳建仁要馬英九到習近平面前喊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想要問陳建仁 請問你是要馬英九到習近平面前搞台獨嗎 如果你是要馬英九到習近平面前搞台獨 你這純心獻馬英九於不義嗎 蔡政府純心獻馬英九於不義嗎 你們不要自己賴清德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你就把這個球推給馬英九 叫馬英九來接球 叫馬英九到大陸去搞台獨 那你為什麼不叫賴清德去美國喊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敢嗎 賴清德敢去美國喊台灣獨立嗎 馬英九又不是你們民進黨的人 為什麼馬英九要被灌輸你們這種台獨思維呢 好另外呢我們一輪人串還是要來關心的是 保齡茶室的食物中毒案依舊是一團謎團 3月31號再度新增了三例通報 現在累計已經有31個人 包含兩名死者在內 已經有12個人體內被檢驗出了米酵菌酸 但是呢來自於這個A13店的35件食材檢體都沒有驗出 饒河店用餐的兩名個案體內也沒有驗出 因此現在衛福部定調 保齡中毒案依舊是局限在A13店 顧客申請民眾前往百貨櫃台 經過5分鐘溝通 由工作人員帶領進入角落辦退費 保齡食物中毒案即日起開放現金退款 31號下午則是累計通報31案例兩人死亡 北市也公告新增一名案例 身體指數正常返家觀察中 另外饒河街分店也有民眾吃了卡里人當 而不舒服 檢驗結果也出爐 那確認這個診斷是所謂的感染性的腸胃炎 他的血液的檢查並沒有看到 孝菌酸島這個致病原 所以目前這個案例應該屬於 跟本次在保齡S3這個系列的案例 可能是不相關 保齡的兩名饒河店案例一起研判為腸胃炎 一起跟指數較高 兩人檢驗結果都呈現米酵菌酸陰性 確定米酵菌酸仍然在百貨A13內並未擴散 但是除了兩死亡六住院案例 未住人病人中卻又再檢出四人體內含有米酵菌酸 在A13用餐這邊我們驗了 包括這個住院這些8個 那現在4個就12個12個都有驗出 而北市39家百貨大賣場美食街機場結構也出爐 16間有衛生環境缺失 一間沒通報產品責任線 限期改善中違者開罰 目前為止保齡多項食材檢測 結果都是米酵菌酸陰性 外界懷疑問題可能出載醬料 甚至有桃園病患反應 保齡的醬料非常苦 不過目前食藥署檢測 同批醬料醬油及老抽也都是陰性 要有蔗糖 氨基酸 纖維素等等 這種混合的環境 就好像說中華料理炒一盤菜一樣 我個人導師比較懷疑說醬料 是一個最有可能的元兇 醫師認為最後還是得問 代辦廚師到底做了什麼 另外先前蘇丹紅風波 全國學校已經暫緩使用咖哩粉 辣椒粉與胡椒粉 現在風波再一波有團山業者 已經決意再暫緩咖哩 學生想要吃到還得再等等 就張金門外提特別報導 好 當然整起事件延燒 到了現在目前已經造成糧死了 但是到底一般老百姓 應該如何才能夠遠離可怕的米酵菌酸呢 好 醫師特別提醒了 教你一些小撇步 只要食材保存 能夠做好分裝冰存 米製品不要先煮熟放涼 再加工出菜 就能夠預防米酵菌酸 好 另外呢 處理乾貨泡發之前 應該要先沖洗過 加入醋或者是檸檬水 就能夠抑制米酵菌酸的產生 保齡中毒鬧得人心惶惶 可怕米酵菌酸到底怎麼防 醫師指出原來食材應該這樣裝 在這個個別的包裝裡面嘛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至少在伯克霍爾德士菌這種 需要非常營養的這種 培養米環境裡面 他是不太可能去做自掌 為了料理方便 除了冰存食 常會將類似食材混裝在一起 廚師更為了節省出菜時間 會先把大量粄條米粉煮熟放涼 等到顧客點餐時 再抓來下鍋加料現炒 這樣的SOP完全錯誤 因為米酵菌酸早已大量滋生 建議還是現吃現做 即便高溫處理 米酵菌酸其實是沒有辦法被解掉的 如何防範恐怖 米酵菌酸家庭主婦較常犯的錯誤 就是鍋裡沒吃完的飯 等放涼了才進冰箱 其實應該趁熱 溫度大約65度左右 就可以放入保鮮盒 盛裝封好 放入冰箱冷凍 要吃時再遵守即可 至於乾貨要泡發 以往作業更是大錯特錯 像是泡發木耳 泡之前先用清水沖洗一次 泡的水更是要每四小時換一次 最好再加上這兩樣 錯誤檸檬水 讓水呈現酸性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滋生 乾貨很可能要曝散 那在空氣中 可能就有一些灰塵細菌 所以你先沖洗一下 那一定放在冰箱裡面去泡 這樣會比較安全 由於米酵菌酸就要在設施 22到33度 以及酸檢值中性的環境中 迅速增殖 所以民眾保存食物 只要多加留意環境及溫度 就可以避免拔毒吃下毒 記者黎清英貴宣 台北採訪報導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定期來更新一下 我們中天新聞網的APP 因為現在呢我們推出這個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的活動 大家呢只要更新完之後 打開這個首頁 就可以看到右下角 有一個好運龍的符號 把它點擊下去 就可以抖內贊助我們中天 是透過祈福福袋的方式 有五款福袋任大家來做選擇 你在抖內贊助之後呢 福袋就會在鏡頭上秀出來留言 也會出現在下方的跑馬燈 希望大家都能夠多多支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兩千瓣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全過關 品質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畫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喔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重翻五二 中天新聞邀請好朋友們 透過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如何用祈福福袋即時許願呢 現在就開啟中天新聞網app 點擊首頁右下角 好運龍福袋 有五款福袋 從您選擇斗內 您的福袋和暗稱 會在鏡頭上秀出來唷 您的留言 也會在下方的跑馬燈出現 祈福福袋即時許願 斗內中天重翻五二 所有的斗內都請亮麗而為 所有的斗內 我們都歡迎 都感恩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國防部長邱國鎮 他因為自己的兒子邱晃年 遭到爆料召妓 向總統蔡英文請辭 不過得到了胃流 由於這起事件發生在這個很敏感的520之前 所以現在引發的是各界所謂陰謀論的說法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現在整起事件 有人說這個情報戰 比趙季本身還要來得更可怕 因為有更多的貓膩一一都曝光了 我們先來看到 從這個媒體曝光的照片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邱國鎮的兒子手上拿一張健保卡 這個照片是2022年的禁照 好 研判應該是在疫情期間 視訊看診的照片 所以並不是所謂捲入 所謂的黃色糾紛 桃色糾紛 遭人脅迫所拍下來的照片 好 不過大家也開始抽絲剝繭 發現到說 爆料者特別把邱國鎮兒子 劉良撇八字胡的照片曝光 而不是選別的禁照 認為這個是有意而為之的 好 另外一個部分 還有一張照片也是蠻有玄機的 就是這一張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他的兒子 還有媳婦以及這個孫子 或是孫女 到了邱國鎮辦公室的探視照片 大家所關注的是 桌上沒有放有敏感的紅色卷宗 當時只有一份類似於到立法院 去備詢的書面報告 好 由於大家都說 邱國鎮平常公務很繁忙 幾乎都是睡在國防部 研判這張照片應該是家人在假日前來探望他的 時間點很可能是落在2021年到2024年之間 好 因此現在一傳媒的總編輯曲美鳳有說 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情是否因鬥爭而起 甚至已經有不少人都被點名了 其中一個人就包含了黃曙光 好 不過呢 發生了這起事件 雖然邱國鎮第一時間有向總統請辭 不過得到未留之後 我們來看到今天的最新狀況是 國防委員會邀請邱國鎮來做專案報告 好 邱國鎮的部分本來是請假的 召委馬文君也同意了 但是在最後一刻邱國鎮決定要出席了 他沒有被打敗 決定要正面迎戰 好 大家也在關注的是 到底何方勢力乾冒觸犯所謂的國家情報工作法的行責呢 依舊要打擊邱國鎮 好 主要就是大家所高度關注的就是 如果邱國鎮他的兒子真的是從事所謂的情報相關的業務 那麼他就是具有情報員的身份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把他的照片跟姓名都公開的話 恐怕就會觸犯了情供法 必須要面對刑事責任的 好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軍中同袍前海軍艦長黃真輝 他有提到 他認為邱國鎮會很難過 因為第一個難過就是 小孩子怎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呢 還有一個就是他會有自責的心態 沒有好好教導小孩子 好 因為黃真輝有提到 其實很多這個軍方的高階人士 平常公務很繁忙 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都很短暫 好 在退休之後回到家裡頭 其實就根本不知道該如何跟小朋友相處了 他說自己曾經親耳聽過一位很高階的長官說 他真的對不起他的小孩 好 另外呢 秦志圈的人士也有透露 邱國鎮的兒子如果涉皇要查辦的話 那麼泄密者的身份也要一併揪出來 因為邱國鎮的兒子的照片是第一次曝光 好 另外呢 國民黨立委王宏威則是批評了 秦志單位才剛剛發生了特勤少將 在街頭勇吻女上校的違紀事件 好 現在呢 又傳出邱國鎮的兒子染黃事件 他認為軍情人員的軍紀非常的鬆散 但無論如何 現在陰謀論的聲浪非常的多 我們繼續還要來看到國民黨立委徐曉欣就說了 民進黨內鬥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他點名兩個人 包含了顧立雄 包含了蔡明燕 從多名立委都收到各種不同版本的不假片 國防部長邱國鎮兒子被爆掉染黃 內鬥陰謀論的可能性很高 我覺得內鬥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就是要嘛是內鬥 要嘛是說可能是國安問題 但後者不太可能的原因是如果真的要這麼做的話 為什麼不選在520之前 在選舉期間 那他這樣子的做法很明顯的就是 邱國鎮部長他沒有繼續在520之後連任的可能性 邱國鎮的兒子就任職國安局 徐曉欣公開點名國安系統 顯然有人在520前要給他難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責任是歸國安局 為什麼你們沒有事前掌握 國安局要為這件事情負上最大的責任 甚至國安會 也就是說顧立雄跟蔡明燕 他們才是這件事情最應該要負責的人 可是邱國鎮520在政府上台之後 本來就未必會繼續留任 究竟是誰要修理他 斷他留任的可能性 最先爆料的一傳媒總編集曲美鳳 直言只要考量人事鬥爭 就知道其中的貓膩 鬥爭與否 說實在我們身為媒體人 或者是新聞的第一線兼兵 大家都聽到有很多人選會爆出來 說實在我說句老實話 也有人點到黃曙光 說有爭絕對的 你說有什麼樣的佈局也絕對的 那你說是不是派系的問題 利益糾結的問題 曲美鳳還點出其中可能還有美國因素 也藉此提醒台灣政府 未來台灣在美國對太平洋佈局的重要性 我覺得美國的力量對台灣的影響 在國防的部分絕對是手伸得很深 美國對台灣的國防的影響力 外交的影響力 這個國內台灣國內政權的影響力 甚至重要位置安全國安人選人員的影響力 絕對是有的 邱國正因兒子爆出召濟疑因 請辭未獲准 在520政權即將交接的前夕 到底是誰想借機修理邱國正 陰謀論甚至還牽扯到美國勢力介入 只能說國防部長這個關鍵位置 動見觀瞻 記者羅志華西奧生台北報導 好今天已經是4月1號了 今天開始就要漲電價了 平均的漲幅是11% 不過經濟部有說了 其實沒有人喜歡漲電價 但是這是不得已的方式 此話一出呢網友算翻了 立刻說這根本就是在講插話超雙標 不過呢環評專家警告了 如果以目前民進黨火力發電為主的能源政策 台電將會面臨到無探權可抵解 到時候就會連火力電廠都停擺 好就不是只有漲電價的問題了 很有可能是無電可用 4月開始平均電價調漲11% 但是經濟部卻製作宣傳圖卡 強調沒人喜歡漲電價 漲電是不得已的方式要國人諒解 但是除了網友狂孫經濟部在講廢話嗎 以前媽媽政府有電雙掌 現在民進黨執政就耀然諒解超級雙標 立委也火大狂轟 政府的做法非常的荒唐 經濟部所做的圖卡 都是在平行時空裡面 然後用腦補的方式完全不了解人民的痛苦 如果不是蔡政府 這八年來使用了一個錯誤的能源政策 那今天又何必要漲這麼多的電價呢 但是不止現在電價要漲 外傳台電明年又會因為核三場 及其退役面臨漲電價的壓力 漲幅上看6.6% 而且火力電廠超額排碳 未來可能就算有錢也買不到碳權 最糟的狀況 火力發電因此停擺 核能的發電成本就是比天然氣石油 以及比綠能還要來的更加便宜 所以先前專家才分析 如果當初核電不研議核四啟用的話 20年總共能夠省下一兆6000多億 廢掉了核電 而這些電力的缺口才有機會 轉包給那些所謂的綠油油嗎 而當民進黨繼續擁抱廢核神主牌 藍尾也要求外星得完成三大承諾 包括未來四年電價動漲 升任之後承認蔡英文的能源政策錯誤 並在半年內公布檢討報告 以及如何調整能源配比的可行方案 而要是做不到將不競選連任 蔡英文總統過去大聲的告訴人民說 2025的非核家園的這樣的政策 十年內電費不會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在他任內已經漲了35% 錯誤的說法騙了選票 現在就應該要好好的跟人民道歉 而不是轉頭過來說 我是不得已的要人民體諒 為了蔡政府的非核家園 人民百姓除了要多繳電費 還要繼續拿辛苦錢替台電虧損 補貼漏洞 可憐被撥兩次皮 致連任联誠臻台北報導 好 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國會改革法案即將要進入 所謂的晉身肉搏戰 不過這個地方倒是打到民進黨的痛處了 所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日前已經祭出 要天天發出假即動員令 計劃要全力反制藍白黨團的攻勢 好 我們先來看到 藍白這回聯手提出的 國會改革草案內容到底有哪些 包含了這個總統國情報告 叫常態化還有國會調查權聽政權 以及藐視國會罪還有衛政罪等等 這個部分就是藍白這一回聯手提出的 國會改革法案的內容 好 這個是柯建民他直接說了 其實不是只有發出假即動員令而已 未來府院黨團都要一致來對抗 藍白合起來的邪惡力量 這是要對台灣人民負責的時刻 好 另外他也有說了 國民黨團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傅崑奇太阿拔了 沒有憲法的觀念 強行壓著整個黨去撞牆 形同集體毀滅 好 立委吳思瑤則是說了 如藍白草案版本通過 那麼未來的立法院就會變成 太上國會憲政怪獸 就算藍白最後以國會多數席次表決通過的話 那麼民進黨也有動作 他們要申請憲法法庭的大法官釋憲 同時還要求緊急處分 這個是目前民進黨團方面的態度 但是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國民黨團 傅寬奇有特別說了 他說國會改革無法 是民進黨2016年提出的競選承諾 但是過去八年了一事無成 麻木不仁的政府才是腐敗的怪獸 民進黨對於人民的需求示弱無睹 對蔡政府競選政見失信毀諾 好難怪支持綠現在已經崩跌到 只剩下基本盤而已了 再來看到這是國民黨立委吳宗憲 他認為說只不過因為今天在立法院 這些法案是由國民黨所提案 民進黨就開始不斷的高喊毀宪亂政 當然法案攻防是正常的 但是切莫因此而降低國會的格局 好洪孟凱則是說了 民進黨過去是一黨獨大 行政權已經擴權到亂象重生 如果來綜觀世界各個民主國家 都有制定藐視國會的行責 人民的立法權應該要被正視 他說這一次的修法 就是要把最後一塊的拼圖給補上了 好我們再來看到國民黨立委 對許巧心他的分析喔 他特別提到了民進黨的立委們 現在他們整體說起來士氣非常非常的低落 很不團結好私底下自己心情不好 對外放話然後呢就必須透過假擊動員 才願意來上班 他說呢這一點跟國民黨團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好許巧心進一步還透露 他說呢有一次民進黨發出的是假擊動員令 好幾十位的立委到場 好不過呢有人直接抱怨說 黨團發布動員令 卻沒有告知立委們到底要做什麼 這根本就是只是為了動員 而動員好完全意義不明的動作 民進黨需要透過假擊動員 他們的立法委員才會上班 他們立委才會出現在議場 才會到期 對甚至他們今天有一個新聞寫說 民進黨有一個內規 要求他們為了要讓行政院的人 能夠平常是多一點時間去上班 實際上就是少在立法院被問 所以他們說呢 30分鐘的質詢時間 他們都要求只能有15分鐘 我覺得民進黨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為了要放水行政官員 所以訂定內規讓你們的立委質詢時間減半 你說即便發生一些遲到門之後 他們現在還要再搞這一出 就是對 甚至他可能先前就訂了 因為那是他們內規 我們外人不知道 但是今天媒體有報導說 他們有這條內規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質詢時間 都自我砍半 只剩15分鐘 剩下他們都直接改書面 是民進黨要求這麼做的 要求對行政院的這個人員放水 他們的立委呢 現在第一個士氣很低落 第二個不是很團結 第三個經常私底下自己心情不好 對外放話 然後他們必須透過假急動員 才願意來上班 這一點跟國民黨完全不一樣 這個禮拜五跟上個禮拜五 他們連續兩週假動 對 那在上 應該是上禮拜五跟上上禮拜五 因為又已經隔了一陣子 好 那在上上週的週五 即時假動 在議場裡面出席的民進黨 立法委員寥寥可數 只有三到四人而已 那上個禮拜他們有假動 所以人比較多 我算大概有二十位立法委員 然後進到議場裡面 但是據說他們也跟包含媒體去抱怨說 完全沒跟我們講話幹嘛 但是又一直假動 所以他們是因為要假動才來的 為假動而假動 好接下來是我們這個小時的 全球現場時間了 更多內容要把時間交給韓裕 好大家早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國王查爾斯三 是最近宣布離癌消息之後 他是首度公開露面引起了大眾的關注 那麼現年75歲的查爾斯和王后卡蜜拉 到倫敦西部的聖喬治教堂 出席了英國王室最重要的一個宗教儀式 也就是復活節的禮拜儀式 那麼其實民眾為了要一揮查爾斯 他的身體情況 有大批的民眾是不惜花上了數個小時 就是可以看到他們在教堂外面來等候 而西裝鼻涕的查爾斯 他也微笑向人群回首致意 進行短暫的交流 其實他的氣色看起來是非常的良好 而田主教教宗方基格也在這一天主持了彌撒 並且是發表文告 以全球事務為主題 聚焦的是和平議題 方基格提及世界各地的衝突熱區 並且他是說非常痛惜戰爭造成的苦難 再次的呼籲加薩要立即停火 以及釋放所有的以色列人制 可以看到方基格在擠曼人潮裝飾鮮花的盛伯多路廣場來主持彌撒 接著在聖伯多路大教堂的中央露台發表了指全城還有全球文告 方基格在文告中強調 戰區的孩子已經忘記如何微笑 指出戰爭永遠是一種荒謬和失敗 一再的痛襲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薩走廊造成的死亡還有破壞 並且方基格他是再一次的呼籲各地停火 那麼根據加薩衛生部現在在加薩走廊到現在呢 持續五個多月的戰事以來已經有三萬兩千七百八十二個人死於這個戰爭 其中呢是有七十七個人在過去二十四個小時內往生 另外是有近八萬人於戰爭中受傷 而且以色列現在呢在戰事方面他們也持續的空襲加薩走廊各地 當中呢畫面中可以看到包括了醫院還有難民營等 因為以色列認為呢哈馬斯的這個高層他們是藏在這些基建設施之下 那麼針對自稱為哈馬斯盟友的真主黨以色列的軍方表示 今天呢是在黎巴嫩對一部車展開了空襲 擊殺了真主黨金瑞拉德萬部隊所屬的反坦克飛彈部隊的指揮官艾欣 目前呢是已經有兩百七十名的真主黨戰士死於以色列對黎巴嫩的炮擊 同一個時間呢其實以色列的代表團也已經來到埃及 準備要救加薩修戰進行新一輪的磋商 那麼現在呢他們的目標是以色列希望可以暫停攻勢六個禮拜 來交換哈馬斯釋放四十名的人質 而在這個戰事外移的部分呢美國和其他國家也持續的透過外交管道 希望是可以化解真主黨還有以色列之間的衝突 不過呢真主黨就表示了除非以色列在加薩這個地區停火 否則呢他們是不會停止攻勢 而在以哈持續交戰之際呢現在也傳出了 現在也證實了以色列總理他的這個身體情況引發了一些關注 因為以色列總理辦公室今天就指出了總理大坦雅胡 他在今天會進行煽氣手術 並且會接受全身麻醉 而在他動手術的期間呢 副總理兼司法部長李文會代替他的職務 那麼在手術之前呢其實這個是一個小手術 他也進行了他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除了一開始呢他是感謝外界的關係 他也不忘感謝以軍在戰事上的一個出色表現 他指出呢以軍將會進入拉法消滅哈馬斯 而在南美洲的滅魯近期則是爆發了政治鬥爭 女總統伯洛阿特的住宿呢是在29號遭到警方強行破入 原因呢是因為司法機構發現總統他並沒有按照規定來申報 他所擁有的銀牌標 美國檢方機關還有警方在29號 剛可以看到是在深夜的時候 就進到了總統的私人住所進行搜查 並且是扣押相關物品剛包括了十幾隻的老律師 那麼布洛阿特當時呢他其實並不在屋內 搜查行動結束之後就有一些國會議員就要求他得請辭 布洛阿特他本人則指控警方的行動是非常的過分 而且是已經違憲 那麼談到政治鬥爭呢就不免讓人聯想到進入倒計時的美國總統大選 那麼向來攻擊拜登毫不手軟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29號可以看到他在自家社群平臺真實社群上他就轉發了 現任總統拜登呢這個圖片他竟然被印出來 而且呢他是手腳都被捆綁在這個卡車的後車廂後方 那麼這個圖片他轉發之後呢拜登的競選團隊就痛批 這根本就是煽動政治暴力 那麼川普的陣營當然是反向了 川普就像說呢自己面臨的法律困境才是拜登的政治嘲弄 插咬應援川普旗帜的兩台卡車接連經過但鏡頭拉近一看 這不是美國總統拜登嗎 呈現側躺姿勢手腳被捆綁上身也被捆綁 拜登仍被印在第二台卡車後車廂 離譜的事前總統川普還在自家平臺真實社群轉發這支影片 引來拜登競選團隊痛批煽動政治暴力 毫無歉意川普團隊反槍拜登團隊說川普面臨的法律困境才是拜登的政治操弄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腳步逼近 紐約時報指出川普對於拜登的人身攻擊還有挖苦也越來越刻薄 滿滿歷史記錄川普對拜登攻擊包括用高爾夫球球擊拜登把拜登出球做成禁忌 且川普發布挑釁圖片口出狂言也早就已經不是新鮮事 儘管2024有誰入入白宮還是未知數 但憲恩指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已經在為川普可能回國先做準備 但隨著北韓和俄羅斯越走越近 美朝關係在川普時期也不穩定的情況下 金正恩是否會再一次接受川式風格 憲恩資深記者雷普利認為北韓可能會採取雙重戰略 一邊尋求和川普接觸 一邊和中俄繼續深化外交還有經濟關係 記者綜合報導 在桃園有民眾趁著連鎖水餃店舉辦活動的最後一天 外帶的鍋貼但是沒有想到看到了這個邊緣全部都是被煎的焦黑的鍋貼喔 所以他就上網來問問網友們說這樣的鍋貼你們敢吃嗎 不過呢店家事後有私訊購買的民眾表達歉意 並且希望能夠退廢或是補餐點給客人 整排鍋貼在爐台上煎得滋滋作響 準備出餐送到客人手中 不過卻有民眾外帶買回家一打開 輕輕輕便便煎焦的鍋貼這款焦黑鍋貼您敢吃嗎 我不敢吃焦掉了 應該會跟店家講一下 我說那個鍋缺太焦了 不過也有民眾認為每個人接受的程度不同 我個人我會 焦焦的吃起來會脆脆的 只是說那種焦一般來講的話 吃對身體吃多的畢竟也不是很好 遭投訴的店家就位在桃園某間鍋貼店 民眾趁著限時三天買鍋貼食科送湯品的活動 外帶回家 卻約打開準備享用 打開卻是歡喜一場空 傻眼PO網直呼這種焦黑的鍋貼到底該不該吃 底下引起兩派網友留言 這種我不行太焦黑會致癌 丟了吧 最喜歡吃這種酥酥恰恰的 這才好吃吃爆 店家事後也向消費者致歉坦誠煎過頭 由於活動太忙 員工怕重煎 其他客人會等太久 對此已經私訊客人 希望再補餐點或退費 也會加強員工訓練 如今食安風暴再擴大 無論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不同 但看到這款焦黑鍋貼 難免也會特別敏感 不太能接受 記者劉志展李婷希 桃園採訪報導 好像很多民眾都會選擇 能夠直接補充成分天然的 膠原蛋白 但是您知道嗎 膠原蛋白除了服用的時間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搭配維生素C 到底該怎麼吃呢 請營養師來告訴你 花大錢做醫美買保養品 哀痛還得傷荷包 選擇補充膠原蛋白 要想發揮最大功效 營養師提醒必須同步攝取維生素C 膠原蛋白在合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維生素C 作為一個輔媒一個幫手的概念 去幫助它合成 如果沒有維生素C的話 膠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實是會下降的 甚至是會變得沒有辦法合成 在使用補充膠原蛋白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搭配 比如說維生素C 比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奇異果 這些都富含的維生素C 可以一起試用 營養師也補充 服用膠原蛋白 食積點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膚生長的黃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兩小時吃 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會建議 初期使用的時候 可以一天兩包作為補充 加強保養 那等你吃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為 一天一包的頻率 作為日常的保養 像旺旺石濟炎 德國膠原蛋白 它就分為兩種 第一種呢 像是粉紅色這一款 我就會建議 搭配維生素C 一起做使用 因為這一款呢 它是針對 需要養顏美容的族群 做設計的 搭配維生素C呢 對於膠原蛋白的 合成效率 會是更提升的 藍色的 則是主打 針對增強行動力的部分 在攝取上 飲食中 我們可以增加 鈣質的攝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干這類的食物 這樣子可以更增加 我們自身的行動力 懂得怎麼吃對膠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長時間曝曬 以及攝取抗氧化食物 就能讓你將吃盡的膠原蛋白 鎖好鎖滿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好接下來感謝一下我們這個中天志工的好朋友們 在個人志工的部分 第一名是我不是胖是可愛到膨脹 第二名米優 第三名Cynthia 再來是約書雅 還有就是Rosa 第六名的好朋友是詹仙東 另外店家拍檔的部分也是非常感謝的 第一名是林永芳點線面食館 第二名是非比尋常 第三名優品生活家 還有四海遊龍自立店以及特洛伊漢朋友的店家 好再來是第六名的Y23創意手作店 當然呢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分力量 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來加入我們中天志工隊的好朋友 好另外接下來要把時間交給佩傑主播 請她帶我們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好我們來關心一下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到底如何呢 好今天禮拜一有上班日那麼提醒大家出門上班 好務必呢攜帶雨季同時開車方面呢行車要多加的小心 因為會下雨這個封面呢持續的往南移動通過了台灣 那麼白天呢各地天氣狀況都蠻不穩定的 容易會有對流性的降雨 尤其呢在中部以北的地區會有局部大雨 那南部地區也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發生的機率 預估呢比較晚的時候到了夜間封面呢減弱就會逐漸往北移動 各地天氣會逐漸的好轉 那氣溫方面呢各地的低溫今天呢是在21到25度 白天北部跟東半部高溫在25到29度 好北台灣的高溫呢稍稍的往下降有比較轉良的趨勢 那麼天氣感受比較舒適 中南部來說高溫還是可以來到32到33度 體感上面感覺呢就是溫暖偏熱的 好我們帶大家來關注一下這個雷達回播圖 好從這上面看到的是呢這個雨帶有通過了台灣的上空 那包括呢在北部地區花東還有在中部南部來說 都有非常明顯的降雨訊號 同時氣象署也針對了台東線發布了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提醒大家務必呢多加的小心 那也來看到的是因為封面的影響 所以呢氣象署也發布16個縣市的一個大雨特報 好看到高雄以北以及外島的澎湖 今天都會容易有短延時的強降雨發生 有局部大雨出現 所以要注意的是可能發生雷擊雷雨或者是有強震風 那我們帶大家看到的是未來一周天氣狀況 包括這個降雨的情形還有氣溫方面到底是如何 好我們先看到的是呢今天的封面通過了 那麼清晨呢上午還是雨蠻多的喔下半天就會減緩了 那麼在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呢都會有局部大雨 南部地區也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各地都會下雨 所以呢看到出來就是外出一定要記得攜帶雨距 不過雨勢越晚呢會比較趨緩 好溫度方面呢北部還有東北部來說明顯的轉良了一些 也有高溫只有25度那麼低溫變化的幅度不大 還是有在20度以上至於明後兩天喔 周二周三呢是這一周來說比較穩定的天氣喔 那麼風面遠離各地都是多雲稻晴溫暖偏熱的 唯獨呢在午後這個中部的山區 還有在花東地區來說有一些零星的短陣雨 那麼看到氣溫明顯的回升好白天呢都是溫暖偏熱的喔 西半部高溫來到超過30度 中南部的高溫也會有32到34度 同時要特別提醒在禮拜三的時候呢 這個轉為西南風 所以東南部有焚風發生的一個機會 好禮拜四呢就是清明連假的第一天 那麼受到了另一個封面的影響 天氣逐漸轉為了不穩定好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以及中部山區 又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其他地方呢是多雲的天氣 好滿符合清明時節雨紛紛這樣的天氣形態 到了廉價的最後一天呢 這個禮拜天來說 降雨更加的明顯了 所以提醒大家好到這個 不管是廉價期間外出旅遊 或是到山區掃墓的話 一定要被託雨據了 幾件事情小丁丁我們來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呢受到封面的影響 白天來說天氣是滿不穩定的喔 高雄以北都要慎防雷雨的發聲 那麼北部的高溫有稍微的往下降 稍微的轉良 所以呢外出要記得帶一件薄外套 至於南部高溫還是有在32度左右 不過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也要記得天氣的變化 要注意才行 好國防部長邱國證監到立法院做專案報告 我們來看現場最新 注意所不了解 我 我都能接了還有哪月 不不不不不 大家的才能各方面 經驗各方面都是很豐厚的 我不做評論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想問一下您的兒子是有包退嗎 沒有 他現在其實我就想你配合 要很坦誠的面對 也不要發表你個人意見 好像大不了如果不會 是 抱歉 是 抱歉 沒有 他這個是一個 就已經排定了嘛 我們要利用這個時候 也要做一個說明 因為畢竟 將來是新任的總統 副總統 我們也有這個必要 也應該 要跟他做一個在國防這一塊 不管是目前的狀況 未來的重點 要跟他做說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真的很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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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畫面就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畫面了 原本做專案報告 這個邱國正是打算要請假的 趙偉已經同意了 不過最後您可以看到在今天 他還是決定要如期的出席正面迎戰 後續焦點呢 持續要鎖定我們的頻道了 另外我們再來關心的是交通部的觀光署 今年原定一千兩百萬人次 好國際觀光客來台的目標 但是隨著兩岸之間的互動很冷淡 看不到任何的陸客團來 觀光署署長周永輝已經說了 恐怕將會檢討目標下修到一千萬人次 當然呢這個此話一出 藍軍立刻諷刺 簡直就是在打臉王國才 而且政府不好好規劃觀光 還禁止陸客團 在選前高喊的拼觀光 其實現在看起來 根本就是在騙選票 台灣議後拼觀光 交通部之前信心滿滿 喊說要來台觀光旅客人數 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今年還是一千兩百萬 期待今年陸客能來 王國才說陸客要達兩百到兩百五十萬 但喊到現在觀光業者 就是判不到陸客團來 觀光署長周永輝 甚至打點自家部長說 陸客沒有來 要檢討目標下修到一千萬人次 網友嘲諷 黨做不到就下修目標笑死人 民進黨滿嘴罵大陸 偏偏又需要打陸客 民進黨選前告訴你 我們會有很多的觀光客 選後才發現做不到 因為他禁止了陸客 所以他說我們要修改數字 像極了愛情當中的騙你的渣男 結婚前跟你說 你看我給你多好 我也給你一千萬 然後結婚之後不好意思 沒有錢了 選錢就是在騙選票 選上以後就立刻停擺 對比疫情前 2019年各國來台觀光 共一千一百八十六萬人次 陸客就有兩百七十萬人 狂佔四分之一 現在目標設定 比疫情前來得高 又不讓陸客來台 只會對大陸以外的旅客 發五千消費金 搞大撒幣 卻根本看不到效益 觀光產業部分 就是最能夠扶持這個服務業的 結果我們的交通部 沒有任何的規劃 還去停止了雙邊的 這個陸客團的這個交流 如果我們的團有善意 能夠先過去 對岸說不定他一陣子以後 他也可以開放過來 交通部不要再用這種政治意識形態 來看兩岸關係 你整個景點沒有升級 就是要賣什麼 就叫賣情懷 日本有啊 中國大陸有啊 台灣有嘛 沒有 你又不是吳哥窟 你唯一可以賣的情懷是什麼呢 兩岸情懷 可是你又把陸客砍掉了 也預示了未來四年 我們政府運作的一個瓶頸 當政府拼觀光喊的大聲 卻是意識形態治國 甚至讓兩岸兵充戰危 交流停滯不前 如今下修觀光目標 無疑只是自我打臉 記得黃一俊離選 台北報導 在法律面前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你是誰 我是天下集團的清潔人員 鄭惠秀 我讓你很丟臉嗎 看到其他檢察官的太太 我沒有 我就可以把你跟他們比 朱世英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得到她 得到她 我就能得到全世界 代表是你吧 阻礙我的人 這不過是個開始 我個人是覺得 手機掛繩是蠻方便的 因為像是你出國玩的話 你的手機就掛在脖子上 你不用還在包包裡面翻找它 那你要拍照或是錄影的話 都很快就可以把手機拿起來用 昨天文創Keep Fighting系列 手機掛繩Live活力放送款 有煙燻紅 還有星空黑的兩種 配色 Live立體小Logo 可以隨意的調整位置 潮牌設計風格 讓你散發與眾不同的氣息 百搭榮耀款經典黑 這款特別就適合喜歡簡單大方 又追求時尚和個性的朋友 單扣雙扣都可以使用 這兩款都是特別挑選 兩公分和2.5公分的寬帶織布設計 讓脖子和肩膀能夠更輕鬆更舒適 它的金屬配件搭配的是高質感多功能 啞光霧面扣環品味大加分 Keep Fighting夾片 挺你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們趕快上快點購選購 記得要輸入推薦碼 還會有額外的折扣 今年許願一定要健康生活 沒事多喝水 你也缺一個大小剛剛好的隨身水瓶嗎 來個薄荷色的它吧 中天文創Keep Going真空懸蓋運動瓶 380ml薄荷色 有扣環可提可掛 喝水無需拆蓋 不鏽鋼內層設計可長時間保溫 辦公室健身房街頭走跳 清新的薄荷色Keep Going 真空懸蓋運動瓶讓你更出色 請上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有更多折扣喔 各康五春想不停來咯 糾團春遊怎樣不無聊 旺旺絕代爽焦讓你出遊最有聊 內含蒜味小小酥香酥椒原味豌豆 口感豐富風味獨特讓你越吃越對味 旺旺絕代爽焦上游製作原料接近合格檢驗後才入場生產 證實味含酥乾紅成分 嚴格把關安全有保障 盡情消費者安心使用 更別錯過專區眾多限時熱銷零食推薦 現在就上荷康五春專區糾團下單 任選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披生菌加膠原蛋白 健康維持套組讓你省更多 快點購現在買最划算 荷康優惠真的想不停 大家好 我是麥比傑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小時上午9點鐘的中天新聞 來呼籲一下9點鐘 我們新聞依舊是雙開當中 不過換了一個新包廂 9點鐘跟10點鐘兩個小時開在同一個直播連結 邀請大家現在一塊就可以幫我們轉到新包廂了 多 περι多隨便